对 那既然已经发生了 咱们也希望就是这个事就跟澳洲大伙一样 就是说就赶快那个别别别再闹腾了 是不是 该该恢复症状 恢复症状 那解决办法 有没有解决办法 咱们也给说了半天 佛家说他们弄一个什么咒 那对 钥匙咒 钥匙咒 对 就说那钥匙咒 我也不评判 我这个关于咒语是这样的 就是有信息的话 有信息的话 那就是肯定钥匙咒的它的一个初衷是好的 就希望每个人听到的 或者我能量摸发出来 然后就希望用咒语的力量能够帮助人类的疾病消除 这样的 就是善意好心 就是一种有能量的祝福 祝福 那你说圣经里有没有解决办法 对吧 有没有说说看 对 首先就是消毒 咱们就是它有比如说因为圣经有强明确 就是十诫以外还有一些很多绿诀法 就什么像什么它曾经写的 我记着 什么动物像老鼠死了千万不能碰 碰了鸟完全洗手 就是消毒咱们你先从消毒角度 什么东西不能碰 你先把它消毒 该消毒消毒 对吧 其他的方法 你这是上帝的话吗 上帝的话 真的明确写的哪些动物死了 它身上有毒不能碰 然后就算你碰了多少天你要洗手 要洗手 怎么洗 它有方法 然后用什么碍液 什么熏 它有一套方法的 圣经里还写这个呢 有 这是 它不是说就一世界龙龙龙龙龙 要不然以色列人怎么能够存活这么长时间呢 有一套非常详细的法律 就是有套这样详细的法律 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消毒 当然那套消毒跟现在的什么九经一样 一个道理 你该消毒消毒 还有呢一套呢就是说 还有就是那圣经里讲的也是有些瘟疫啊 就说那个这个在 就是在也是在那个就是历代志啊 他就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呢 中国叫史什么史书啊 史书那里的记者就说 当时说记载就说就是告诉你 如果国就你这个国家了呀 国中若有饥荒瘟疫 你看瘟疫 肝肝风什么叫肝风啊 霉烂蝗蟲蚂蚱什么 或有仇敌犯径都都包括了 嗯嗯怎么办 什么这个如果围困成溺了 无论遇到什么灾祸疾病的这个呢 这个有点像咒哈 有点像那咒了 嗯 你的民以色列人或众人或义人 自觉灾祸甚苦的怎么办 向神的圣殿举手祈求 嗯 祷告 你祷告什么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啊 就上帝会听到赦免赦免你的罪 你首先有这个 然后这个要照个人所行的代他们 是他们在你赐给我列祖 就像一生敬畏上帝 遵行上帝的道 而且这套东西不但 可以用于以色列人外邦人 任何有同样的这种事情的时候 向上帝 向上帝举手 祷告 祈求认罪 悔改的 那他上帝都可以得到赦免 都可以得到就保护吧 嗯 这是圣经旧约书里明确写的 所以我再觉得这是呃 我去这个教会的时候 看到大家感动或者有点呃 有点激动的时候 往往都伸出手 举手 对 举手 他这个举手是一样的意思吗 呃应该是 是是是感觉圣灵充满的一种状况 他是可能是像 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就 或者基督认为那个上 上帝他那是在在上面的 因为他灵嘛 ok 他不可能摸地去你知道吗 对 或者趴地上不会 他举手是 首先是告诉上帝 我对上帝的回应 举手 就是说 我一个举手 那你说谁会 谁愿意这么这么的 请举手 对吧 就是你回应 对上帝的回应 好 我们对上帝的回应 对上帝的回应 就是上帝举手 这个 上帝如果 呃 如果我们这些华人呢 就包括这华人 呃这个 这个华人大陆的 或者得罪了您 请 我在这里 就是祈求您 呃 给我们华人留条活路吧 然后那个让他们呀 就是认到 认识到您的存在 消除这个高傲自大的心 让认识到上帝的存在 啊 因为这些灾难什么的东西 在您来说 按照您对以色列人的 呃这个写的这个 那个条约和合约也好 然后我们举手 外邦人 为你举手 为圣殿的举手 为就是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殿 为他举手的话 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 作为耶稣基督我们的圣殿 我们举手 求您 看在我们华人的面上 让我们给我们指条道 让那些领导人或者医务人员 保佑保保保保保保 医务人员能够及时的呃 战胜这趟 这场这个瘟疫 呃病毒 群害 让领导政府能够认识到您 向您 呃 祈求认罪悔改 啊 以上就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好 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啊 我们就是会有罪己兆这么一个说法 罪己兆就是每当天灾人祸的时候 皇帝呢就要检讨自己的一些行为 这个他的行为是不是触怒了这个上天 你你做的事情不符合天的一个规律了 嗯 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对自己进行警醒 就是说都是我的错 嗯 不是这这与陈 与这些子民无关 所以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嗯 这样子的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 就作为一个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啊 其实我们相信天人合一 就是我们每个人也是天的儿子 嗯 这样子 他是一个天子一个代表 其实这一份圣灵 那我们天理解成圣灵 就住在你的心里头 嗯 你每个人也要有这份担当 当天灾人祸来的时候 你多想想罪己兆 嗯 你有哪些错误 我要是 如果要是哪天 你被病魔夺夺走了以后 你还有谁对 有什么对不起的人没有 你又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你应该当下就应该去做 对 你应该做一些带着爱 嗯 带着一些怎么说 你想想你想想如果要是 你你要走了的话 你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你要什么哪些遗憾 就尽量去做做那些好事 做那些善事 为你为爱你的人 为你爱的人 对 说的话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身作则 这个不是古时候是天子 天子 现在我呼召啊 我呼吁啊 就每一个华人 每一个华人 不管是在国内 还是在海外的 特别是基督徒 既然你基督徒 那你是商店的孩子 你都要担当一份 这个为这个 这个现在的这个这个 疫情祷告的这么一个事 一个一个事 所以今天晚上我也 回去为这个祷告 特别为西西兰 别让那个疫情在西兰 抱抱抱 那个就扩大 现在让西兰 目前还没有 没有还没有 对目前还没有 就是那个我也从 从以身作则吧